大家好,欢迎收看这句要风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美食电影《决战时辰》 春风里是历史性老街道 四周已经是高楼大厦林立 而春风里还保留着旧建筑 明显与四周的高楼格格不入 狭窄的街道里存在着百年老树、百年商铺 而最富盛名历史最悠久的美食老铺 则是一间名叫七级的中式小饭店 饭店的主厨是仅二十几岁的高天赤 他从师父红七手上接过七级打理 而师父红七则出去游腻四方寻找美食 在饭店营业期间有一个男子插队 他态度嚣张,毫不把高天赤放在眼里 从嚣张男子的话语中得知 即将有一个世界级顶级大厨 准备在七级对面开店 这个顶级大厨是法国有名的三星米其林餐馆的主厨 安保罗 安保罗舍弃了原美食集团的高官后路 准备和女友美优回到祖国 开第一家属于自己的餐馆 高天赤现在虽然经营着小饭店 而且有着小厨生的称号 但他小时候童年却不太好 父亲高峰是个为了美食能放弃一切的人 在高天赤十岁时 为了追求做菜更高境界的高峰 离开了家 从十岁起高天赤就跟着师父红七生活 对一句赞美的话都没对他说过的父亲相当怨恨 安保罗来到春风里 第一次买鱼就跟高天赤碰面了 两人为争一条大鱼在无形中互相切磋厨艺 最后鱼铺老板把鱼一分为二 个人一半解决了这场纷争 安保罗的新饭店在奇迹对面开张了 一开店双方主厨就被推出来比拼 两人各自展现了一番刀工 不相上下 最后约定在厨艺选拔赛上一绝高下 比赛结果直接影响到春风里的发展前程 是拆掉老建筑 打造国际商业区 还是保留老建筑 打造本土文化 安保罗上美食节目直指中餐保守 没有创新 西餐与时俱进 高天赤看到后不以为然 当天晚上就做出了对面餐馆的菜式 法式蜗牛 大家觉得味道和对面餐馆差不多 老时刻却更喜欢中菜的爆炒田螺 高天赤到鱼铺买鱼 老板坐在空荡荡的鱼铺里 对靠电视说 鱼已经全部被安保罗的餐厅与双倍价钱买走 票选决赛入围的两间餐厅出炉 毫无意外是七季和安保罗的摘星名厨 众人兴奋备战 残年两届厨神的高峰在出席一个访谈节目时 被问及儿子高天赤 却失口否认 最后还是暴怒甩手而走 美优来到七季 送上了一张邀请卡 邀请海胆妹和高天赤到摘星名厨用晚餐 两人晚上来到摘星名厨 海胆妹用一句心学的法语 回记了美优的亲事 被摆上来的头盘是一道摆得像煎蛋 却不是煎蛋的料理 第二道是一个造型像花盆的长生沙拉 美优上来用水壶倒水到花盆里 花盆里的料理像活了一般生长 在也忍不住的靠电赤 抓起长生沙拉往安保罗一扔 他觉得安保罗是在耍杂技 饭菜重要的是有热度 安保罗做的菜上桌都是冷冰冰的 两人在意是用牛肉交手 高天赤做出了一道家常菜 蒜爆牛肉 而安保罗则用西式做法 做出了一道苹果木 烟熏A5和牛 高天赤闻了一下 沉默不语 走回奇迹 城市的高天赤接到师父红气的电话 匆匆赶到桌球室时 发现父亲高峰也在 多年不见的父子一见面就吵架 对于不认儿子的高峰 高天赤很不甘心 决定一定要让高峰认可自己 每次选拔决赛转眼就到了 高天赤和安保罗使出浑身解数 安保罗用西式做法 做出一道焦糖红梅木漬配法式儿干 而高天赤展现绝佳刀工 做了一道乾坤叫花鸡 两人总得分一样 最后因为安保罗独特的摆盘 让他赢了比赛 输掉比赛的高天赤回想起小时候 高峰觉得高天赤没有天赋 不教他做菜 于是他就倔强的让师父红气教他 高天赤觉得父亲不带他走 就是因为自己不会做菜 认为高峰觉得自己给他丢脸了 红气在游戏集市 找到了两天没回家的高天赤 说起了在四处寻找美食的途中 偶遇到两个小和尚吃馒头的事情 红气跟高天赤说 高天赤太在乎高峰这个人 要是不消除这个心理 就永远走不出高峰的阴影 获胜的安保罗被美游出卖 自己失去味觉的秘密被美游识破了 美游为了自己能当上时辰 夺了安保罗栽星名厨主厨的身份 代表栽星主厨出席世界最后决战时辰的选拔赛 被女友出卖的安保罗偶遇高天赤 两人心心相惜 安保罗邀请高天赤一同参加决战时辰的选拔赛 两人一中一息的做法 完美融合在一起 在选拔赛上 五组候选人中脱颖而出 一道中西合璧的麻婆豆腐赢得最后胜利 最后安保罗在决战时辰中主动退出 让高天赤和高峰一对一比赛 决战时辰赛场上 两届时辰的高峰以高超的厨艺 做出一道精致美味的料理 而高天赤却只做出了父亲第一次教他做的 一道让高峰认为高天赤没有天赋的葱拌面 他没有给评委试吃 而是给了重面子的父亲 高峰吃着儿子用心做的面 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而高天赤也终于得到了父亲一句做的好的表扬 他心满意足的离开了比赛场地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想看的影视剧可以评论留言 欢迎订阅关注这句要风 我们下期再见